好,辅充 之前你们都是看我用KT板子做飞机 今天我要奢侈一把使用碳纤维材料 它的重量比金属铝更轻 强度又高于干 属于有钱就用的材料 像目前空客A350波音787 这些飞机上面都大量使用了这种材料 它的重量比金属更轻 所以蓝油精进性相当的可观 我说想用碳纤维材料 然后就收到了这些 今天我们就用Tinkerpad X1卡登的面板 来做一个改装 因为它这个外壳就是碳纤维材料 飞机我是按照原先制作过的微风 重新设计了一下机体结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根据电脑面板的尺寸进行排版 然后把面板CNC切割出来进行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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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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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这里 折一下重心 重心就在这个横梁这里 刚刚好 顶起来 然后飞机是水平的 这个飞机唯一我觉得 有点设计的不好的 一个就是这个 没有加尾轮上去 这用的是一个滑锹 现在没有尾轮 咱们不知道它跑起来会怎么样 方向舵也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没尾轮 但是它这个方向舵舵效果还行 方向舵不会特别小 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又跑到风向这边去了 前面有一个风筒 特别明显 风向就是往我们这边吹的 可以 我觉得飞是没什么问题 地上能多能跑的直 可以 来吧 开始试飞 直接来一下满油门应该就起来了 多面检查 升降 方向可以 试一下全油门 我都发现我没撤车重比 可以 可以 非常的暴躁 推重比过一 好 来 起飞 走 好 起来了 这个距离好短 诶 感觉怎么有点 有点头轻 也不对 垃圾线的问题 故意有点 往右边偏 现在差不多调试好了 然后今天风好大 这个风有点乱 现在飞机是全黑的 天然看起来有点那种隐身的感觉 所以我有一点辨别不清这个姿态 太黑了 来个激光通铲 这激光通铲是侧风 来试一下空翻 走 我试一下倒飞 不知道稳不稳 它是一个上单翼 现在是倒飞了 不是特别稳 来个试出卡的地域浮冲 这个地底下路非常的nice 试一下降落 可以 怎么样 对于这个飞机你给打几分 这个飞机的干性特别的好 重量也轻 全油门俯冲的时候完全不虚 如果是KT版飞机的话 完全不敢这样玩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碳纤维结构的飞机 我之前还看了一下 联想的这款电脑里面还装了两个散热风扇 用的都是这种离心式风扇 我在想给飞机上装一个能不能飞 这种离心风扇相对于轴流 会有更高的风压 我还制作了一个 感觉推力是还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散飞机能不能用 后面准备试一下 又挖了一个坑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想要视频们点赞关注 我是穆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好晒